马可福音十三章九节十节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耶稣预言门徒将要受到 政治与宗教界的迫害 并且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 但你们要谨慎 在这里是第二次耶稣提醒我们 要谨慎 这里的谨慎是针对我们将来要为主 和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说的 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耶稣预言在末世 有一天我们要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天 我们祷告教会复兴 岂不就是盼望神新其他的儿女 能够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道 在各地为主做见证吗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神的儿女 将要为主和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 你是否预备好了 万民 原文是民族族群国家人民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强调 他再来之前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 也就是全世界魏德之名当中 求主开启台港 北美及海外华人教会的眼睛 看见这个意象 并且复兴全球的华人教会 能够大量拆派宣教士 前往这些魏德之名当中 把福音传遍天下 向万民做见证 然后默契就要来到